走进园区之内到处挂满旗帜 让会场显得喜气洋洋 5号这天是中农钢铁的大日子 因为园区内被受产业界期待的第6号新高炉 即将正式启用 包含副总统吴敦毅和600多位的贵宾齐居堂 准备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那么中农本身会从500多万吨到600多万吨 那600多万吨会使得我们中农的营业额 会从现在700多亿会增加到1000多亿 缔造了辉煌灿烂的记录 而且长达42年 中冠以传承精实跟永续经营 不只是台湾公民营企业重要的表率 也是在全球钢铁业当中 名列前茅的巨人 我们今天非常荣誓有邀请到32位卫兵 来为我们引燃今天的炉火 30多位年轻员工所持火炬进入现场 中农公司为了延续传统 特别引用5号高炉的火 来为新的6号高炉进行点火仪式 意味着新火相传 而既由6号高炉加入运转行列 整个中冠集团在全球产量排行榜 也正式挤进前20名 我们整个中农二旗的扩建原先是超1000亿 但是因为我们同仁对掌控整个的预算跟进度 掌控非常好 所以大概省了将近30%左右 我们中农是在地的 所以我们中农尽可能的能够用我们当地的一些员工 这个是我们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中农表示 6号高炉拥有目前最新的设计 除了供应量会明显成长以外 各项钢铁材料的品质也会游走提升 希望能引导国内的工业加速转型升级 让经济能够稳定成长 记者洪佳洪他就说了